東協廣場八樓的美樂DKTV 自從爆出有大學生確診之後 一樓的商店街已經把鐵門拉下來 旁邊的手扶梯也斷電 最外頭還拉起了紅龍 禁止民眾進入 印尼企業者正在拍影片 跟顧客說疫情期間暫停營業 在做影片 就越南的 這個印尼這個英文 外籍朋友說到6月8號才可以過來這邊 我們總共有8個通道 朝陽夜唱團傳染鏈越演越烈 21號公佈又增加 四例確診 台湘市衛生局說 案2920朝陽女大生 跟案2960朝陽男大生 都是夜唱團成員 另外案2958在美樂D 隔壁間的中國富裕男大生 也確診 加上案3035夜唱團室友的媽媽 目前群聚案累積9例 其中有6人是確診 5名是陰性已經排除 那還有6名在等候檢驗的結果 朝陽前進指揮所20號跟21號兩天下來 一共快篩了留校的793名師生 目前驗出有19人有陽性反應 接下來要後送醫院 做PCR核酸檢測 衛生局已經要求美樂D 所有的這些客人 把聯繫跟篩檢當中 朝陽夜唱團到底是怎麼感染的 目前確診匡列 篩檢再匡列 但就是沒辦法確認感染源 TVBS新聞 陳其君許又翔 SNG小組台中藏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